陈先生我觉得问题在您身上 您知道怎么样去协调狗和家庭 但是您放弃了 您更多的把该协调家庭的资源和时间 您给到狗了 所以是您更需要狗 还是狗更需要您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人之常情是不可以违背的 就是说对狗狗的爱 胜过了对自己儿子生活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违背人之常情 我真不能理解您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您的企业原来是一个家族企业 您 您老伴 还有儿子 你们三个人是这个企业的共同拥有者 您儿子的合法的财产的权利 被您拿走了 您说这个权利我拿走 我去做善事去了 那你不管说这个动机再高上 你能不能去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法律要给我什么惩罚 我只能承受 我只能承担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事情已经做了 您如果说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想作为儿子来说 因为您所说的一切 仅仅是还是在民事范畴之内 没有到刑事范畴 所以说不存在法律惩罚您 只是说呢 孩子的权利受到您的侵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个人认为您不能够再继续地 侵犯孩子的权利 这是最主要的 没有了 他已经没有再可侵犯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您还让他继续承担 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吗 我并没有要求他 虽然我们能体会到陈明才 在护狗和顾家这两件事上的两难选择 也很清楚他到底做了多少事 过去的几十年里 陈明才不顾一切地去照顾狗 忘记了家庭 忘记了孩子 因为这件事 让自己从百万富豪 变得一贫如洗 甚至耽误了自己孩子